弟兄姐妹,主内平安,欢迎收听《清晨甘露》,今天是8月22日,我们要默想的主题经文是雅各五章八节 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,我嘱咐你们,若遇见我的良人,要告诉她,我因思爱成病 这是可慕与主同在的信徒所说的话,她因思爱她的主而成病 蒙恩的人若不多亲近基督就不会完全,因为他们若是离了她,心动就没有平安 越亲近她,便越靠近天堂的平静安稳 越亲近她,心中不但越发满了平安,而且满了生命、力量和快乐 因为这些都是在于常常与耶稣交谈 太阳之与白昼,月亮之与黑夜,甘露之与花卉,耶稣基督与我们也是这样 丙之与饥饿,亦之与赤裸,岩石下的印良之与荒野眷履的路人,耶稣基督与我们也是这样 若我们感到与她不在一起,那么,不怪我们的心灵会说 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,我嘱咐你们,若遇见我的良人,要告诉她,我因思爱成病 切心渴慕耶稣是有福的,极渴慕义的人有福了 因此那渴慕这位义者的必蒙大福,极渴的人有福了 因为奶来自神,若我的福还没有饱足,就当道空器皿 切心寻求直到基督完全满意了我 若耶稣还没有使我饱足,我就当渴慕他,因我还未深入天堂的门内 这种饥渴之心是神圣的,他在主的八福中灿烂放光 但这福是带着应许的,这种饥渴必得饱足 若基督使我们渴慕他,他必会满足我们渴慕的心 当他来到我们心中的时候,他必定会来到的,那是多么甜蜜啊 我极爱主耶稣,因主先爱我,在十字架替死,受我重罪恶 我爱主,因你为我带荆极面,若我曾爱救主,如今更亲爱